我想现在美国在国际上 可能是处于一个 进退两难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看到当你退群 那也就是说你弃权 可是问题就在于 美国他既退了群 可是他又不想弃权 他仍然想要在这些国际秩序 国际的这个架构 扮演一定的这个角色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的这个整个说 你要维护这个国际秩序 国际现有秩序的这个说服力 可能就不那么强了